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0年7月28日星期二 欢迎来到财经能演 能演的会员网站是能联系到我的最后平台 网站的域名是3w.财经能演的全拼.com 里面可以收听能演各期节目的音频、文字 还可以在网站的会员专区里面提问 欢迎大家订阅 好久没有做黄金的节目 最近这个黄金是暴涨得非常厉害 可以说也是引发了全球的高度关注 今天这些节目我主要分析一下黄金走强的原因 以及它未来的走势 同时分析一下美元短期走弱的原因 以及它未来的趋势 同时简单点评一下中国的股市的走势 那么还是那句话 我的节目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不作为大家投资的建议 很简单 大家投资如果赚钱了不会分过我对不对 如果是亏钱了 大家可能会来骂我会来抱怨 所以我说我做节目的观点 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 大家想参考可以参考 但是投资后果自负 上次做黄金的节目还是在两个月之前 当时黄金创下了1765美元每盎司的一个新高 之后就开始大幅度的调整 调整到了1693美元每盎司 其实这样的调整不算特别大 算是一个小的调整 所以很多朋友当时信心就不坚定 说希望我做节目讲一下 那么我就做了那一期节目 那是6月10号左右那一期 当然我是坚定的黄金看多者 从去年1300多的时候 我就是看多黄金 认为黄金的大牛市 我觉得才是刚刚开始 那么大家有时间可以重温一下 我6月10号做的那期节目 昨天伦敦的现货黄金已经大涨了2.11% 达到了1945.72美元每盎司这样一个新高 而在今天黄金更加疯狂 一度大涨了1.6%左右 达到了1981.38美元每盎司 那么后面是有所回落的 所以两个月不到的时间 距离上次调整可以说又是大涨了17% 创下了9年来的新高 而整个今年的黄金的涨幅 已在30%多以上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可观的 气势如虹 2000美元的目标这样一个价格 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 而现货白银在短短的7个交易日 一度大涨了30%多 达到了每盎司26.27美元 这样一个高位 也是创下了近8年以来的最高 可以说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数 这一波暴涨是吸引全球投资者的高度的关注 更是成为这两天海内外的一个热门议论的话题 那么这次黄金的大涨 我认为有以下的三个原因主要 第一是因为欧美为了挽救经济 开启了大放水的模式 而且同时全球央行也是开启了这种放水的模式 我觉得这是黄金上涨的第一个原因 欧盟在7月21日 它是开启了7500亿欧元 也就是相当于6万亿多人民币的救市计划 那么这7500亿欧元中 3900亿欧元作为直接拨款 而另外3600亿以贷款的形式 用于各成员国来恢复经济 可以说这是继美国无限量的美元宽松之后 欧洲一个最大的放水自救计划 尽管这是一次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欧盟峰会做出来的决策 尽管法国总统马克龙因为谈不弄 直接拍桌子开骂了可以说 尽管英国首次缺席了欧洲事务的最高讨论 这次峰会仍然通过了7500亿欧元的共同债务 这是一次巨大的创新 因为过往的欧洲募集的资金 都是各国拿到了自己的比例之后 然后自己去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 就是欧盟给你分配一个比例 然后你自己去借钱 而像现在这种直接分钱 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基本上是没见过 那么这次基本上就是欧洲央行印钱 当然意大利西班牙等这些受到疫情重创的国家 和之前本来就存在债务问题的国家 特别是欧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叫欧洲五国 像意大利西班牙希腊像这些国家对吧 可以说他们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美国共和党最近又在启动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准备继续给国民发钱 而之前几个月美元无限量宽松 也是人尽皆知的 那波放水也是非常凶猛的 可以说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 美联储的资产规模 就从4.2万亿快速的扩张到了6.7万亿 扩张力度是空前的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增加了55%以上 就是在短期之内 那么这还只是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 美联储为了旧经济进行的无限量的宽松 欧洲央行为了旧经济开始大借债 说白了就是世界上的两大央行 同时打开了放水的闸门来印钞旧经济 放夜全球来看 由于受到灾情的影响 全球经济也是停滞不前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 各国的央行向金融市场释放了前所未有的流动性 就是纷纷印钞放水 不是欧洲和美国的央行 全球都差不多可以说 迄今已经有21万亿美元是注入了全球金融市场 用于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刺激措施 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23% 而这样的放水量足以可以将全球年度的产金量 就产黄金的量买下来120次 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后续还有多大的刺激措施 那么现在还不好说 所以美国欧洲和中国央行带领全球大放水 黄金上涨当然是一费冲天 我们知道黄金它是以美元标价的 那么美元成色下降了 黄金必然就受到追捧对不对 硬钞硬多了 那么黄金它就受到追捧勿以稀为贵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金本位的时代 但是黄金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宗商品 作为贵金属的代表 还是具有作为货币抵押物 给货币背书这样一种属性 毕竟黄金它是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没有美元 只要你有足够的黄金 其实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在国际上买的东西的 这也是这几年中国和欧罗斯都在抢购黄金的一个主要原因 说好听一些是去美元化 说的不好听就是用黄金给本国的货币来增加信用 所以只要美元欧元等信用货币无限量宽松它不结束 宽松的美元它不回收 只要欧洲日本中国等全球主要央行它不停止放水刺激经济 那么黄金它的上涨就不会停止 我可以这样断言 而黄金它往往就是这样 黄金只要有水它就会上涨 因为大量的印钞使得货币是贬值的 黄金因为供应稳定 它不受贬值的影响 并成为市场上的资产定海深圳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各国大营钞大放水让黄金上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原因呢 我认为是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 黄金成为了天然的避陷资产 那么不说南海 也不说华为 不说香港 不说新疆 也不说中印冲突等这些话题 就说中美两国互相关闭使命馆这个事 可以说这是自尼克松访华以来近50年 都是双方没有过的非常激烈的行为 那么这种紧张关系的背后 随之而来的一般都是断交或者是战争 这样一些激烈的冲突 就比现在更激烈 那么炮弹一下它是黄金万两 而黄金它是战争的天然的避险工具 未来中美冲突和脱钩越激烈的话 越快的话 那么黄金它的上涨当然就会越疯狂 越出乎大家的意料 大家可以翻看一下黄金百年的走势图 那么在战争爆发的时候 或者是金融危机的时候 黄金它大概率都是往上飙升的 所以现在不管是大机构还是小散户 黄金都是备受大家欢迎和抢购的一个投资品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最新的数据统计 那么现在黄金市场上有大量的资金在流入 目前全球最大的黄金ETF 它的黄金持仓量已经高达1228.81吨 说白了 都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不确定性 开始纷纷来增持黄金 所以我觉得这是黄金上涨的第二个原因 就是中美冲突加剧 把世界可能未来带入了一个不确定性 或者是战争的风险 所以它的黄金受到追捧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我觉得是美元实际利率的下降 前面两点不管是从欧美央行放水 还是从中美冲突来说 都是从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形势来说的 这一条我们就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下 黄金它为什么会上涨 我们知道黄金的价格和美元的实际利率之间 它是存在着一种反向的关系 美元实际利率它下降 那么才是黄金上涨的最大的推动力 那么什么是实际利率呢 这就是相对于民意利率而言 民意利率我们都知道 就是平时大家都关注的 像美联储降息 中国的央行加息降息 可以说这些都是民意的利率 它不是实际的 而实际利率啊 它是反映的是扣除了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利率水平 如果用公式要来表达的话 就是实际利率 它是等于民意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比如说民意利率它是5% 但是如果通货膨胀率达到了6% 那么对于很多把钱存在银行里面的人来说 它就是要亏1% 这就是亏损的1%啊 实际上就是实际的利率 众所周知黄金它是一种非升息资产 就是说持有黄金是没有利息的 因此当实际利率它上涨的时候啊 对于升息资产来说 那么实际回报也会随之升高 相对应呢 对于黄金这种零升息资产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尤其是真实利率水平为正的时候啊 那么持有其他资产 将会比持有黄金更有吸引力 而相反呢 当实际利率它下行 尤其是进入负值的区间的时候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它的民意利率是5% 但是它的通胀已经达到了6% 实际利率它就是负1% 这个时候你持有其他资产 就是都在亏损的 而只有持有黄金它就是不亏钱的 所以这个时候黄金它的吸引力 就体现出来了 说白了就是一种机会成本的问题 实际利率它是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因为你持有黄金的话 你就得不到持有其他资产的实际利率 相反呢 如果其他资产回报率上升 那么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将提升 这个时候 投资者就会放弃黄金 而追求升息资产 所以金价它就下跌 相反其他资产的回报率如果下降 甚至是负的 那么意味着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 就下降 这个时候你持有黄金 你的意愿就会上升了 因为持有黄金你能跑赢通胀 它自然就是利好黄金的 所以既然实际利率它是民意利率 扣除这个通货膨胀之后的结果 所以要想判断未来金价呢 必须从这两个因子入手 就是从民意利率和通胀 这两个因素来分析 我们先看民意利率是涨还是跌 美国的民意利率是由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来决定的 自去年美联储开启了降息通道之后 可以说推动美债利率 它是进入了快速下行的区间 今年初以来 美联储一直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接近于0的水平 人们一直在讨论美联储是否应该像欧洲和日本央行那样 将基准利率降至负值 所以未来可以说美联储的基金利率它只会继续下降 加息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胀 如果说货币超发它是通胀之负 那么油价上涨它绝对是通胀之母 所以目前两个因素在同时推动通胀上行 主要来自于欧洲和美国即将推出的 数万亿的新的经济刺激计划 欧洲是7500亿欧元 美国是1万亿开始给国民发钱 可以说这都是放水 所以未来通胀会大概率继续飙升 而同时通胀的构成项目中原油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的 油价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能源交通以及传导到食品部分的项目 所以油价的变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通胀的走势 油价与CPI它的相关性是0.72左右 这个相关性是非常之高的 可以说油价的走势对通胀是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引导性 自灾情以来需求减弱导致油价大幅度的下跌 阶段性可以说拉低了通胀水平 而油价下跌了它又倒逼减产成为现实 市场机制它就会自动发挥这种调节作用 通过减产来维持必要的价格水平 那么美国的页岩油的油紧也是大量的关闭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油价是在大幅度的上涨的 伴随着欧美慢慢开始解封 那么需求也在恢复 而供给端它由于前期邮警的关停或者企业的退出 会出现比较大的供需的缺口 油价的反弹速度也会很快 类似的情形和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油价的反弹可能会非常相像 随后出现的就是油价带动通胀水平的回升 所以目前来看实际利率下降它主要原因是民意利率不变 这样一个情况下通胀预期在快速的上升 就是大家都预期未来通货膨胀将会起来 那么这个原因导致实际利率它是在下降的 而和实际利率完全同步的抗通胀债券的收益率 现在已经变成了负值而且达到了负1% 上一次抗通胀债券它的实际收益率这么低的时候 还是在2012年到2013年 那个时候也是黄金价格的一个高峰 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通胀上涨它会带动未来实际利率的下跌 这才是黄金持续上涨最根本的动力 最核心的决定因素 而实际上纵观2020年黄金的价格走势 除了3月份一次大跌之外一直都是走得不错的 因为3月份它为什么大跌呢?因为全球资金流动性的枯竭 当时正是灾情爆发了对不对?全世界都缺美元 所以那一次都在抢美元黄金就下跌了 黄金也是跌出了一个黄金坑 3月份那么现货黄金的价格最低只有1451美元每盎司 但是现在黄金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1981美元一盎司 一盎司的黄金价格可以说已经上涨了530美元 而且只是在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内实现的 涨幅达到了37% 就4个月涨这么多 而在整个2020年期间呢 现货黄金的价格它的涨幅也超过了30% 那么这个涨幅在今年可以说是可以刨赢多数城市的一个房价涨幅 或者说这是一场比房地产造富运动更夸张的造富运动 那么未来黄金还会不会上涨呢?可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长期的角度黄金还是有上涨的动力和空间的 因为上面我分析 今年黄金将暴涨的三个原因它一直都会存在 只要这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不停止 只要疫情不停止 各国印钞放水不停止 通胀它就不会停止 黄金的涨势同时也不会停止 只要中美战略冲突它不停止甚至出现升级 那么黄金的涨势它就会更加凶猛 这是未来决定黄金涨势的两个主要原因 目前和未来都会存在 而最近的美元的走势也是牵动了全球的神进 美元指数从5月份的最高点100.56点跌到了现在的93.48 而欧元兑美元也从3月份的1.06大涨到了现在的1.178 可以说涨幅已经达到了18% 特别是最近一周以来欧元更是暴涨 而英镑日元对美元也在纷纷的上涨 那么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美元的下跌它主要原因是因为占美元60%多权重的欧元非常强势 而欧元为什么强势呢? 主要原因是因为欧洲的经济开始从疫情中慢慢的恢复了 而美国的疫情还在恶化 所以啊这样两个一对比下来 那么两国的经济前进就是两颗经济体的经济前进呢 它的预期就完全不同开始分化了 这就是美元和欧元开始拉开距离的原因 那有朋友可能就会问 为什么欧元上周达成了7500亿的复苏方案之后呢 就一直大涨特涨呢? 正常情况下不是应该是欧元在大放水 它应该是贬值的吗?这不符常理啊 可能很多朋友就有这样一个疑惑 那么放水的货币确实是要跌 按照常理是这样的是没错 但是这一次呢欧盟达成放水协议啊 它是等于给意大利西班牙等这些南欧债务非常危险的国家 给他们的财政在续命 来避免了这些国家破产 而被迫退出欧盟 让欧元解体 避免了这样一种非常极端的后果 保住了欧元保住了欧盟 可以说同时这能放水也有利于欧洲 整体经济的恢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欧元是强于美元的 那么这个7500亿的债务计划呢 就是有利于帮助欧元实现强势 所以美元会下跌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 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它又是可能 我觉得只能用我刚才的这样一套理由去解释 所以本质上来说呀 谁率先遏制了疫情 或者引发出了疫苗 就可以说经济基本见底了 今天川普宣布美国的疫苗 已经进入了第三期临床 就是上市之前的最后一道程序 那么如果美国疫苗它能率先上市 美国的经济啊 可以说它就能率先进底反弹 而现在中国的新疆 辽宁和香港等很多地方啊 它的疫情也是非常严重的 可以说疫情在中国这个时候啊 时不时就爆发一波 对经济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那些说中国的抗疫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经济将率先V字反弹的 我觉得都是忽悠 现在说是为时过早的 中国的经济啊 这个疫情对它的打击还不会停止的 我的看法是 未来一旦美国率先引发出疫苗 那么就是美元彻底反转的时候 而未来如果中美冲突升级 就是美元和黄金同步上涨的时候 其实历史上啊 有好几次危机的时候 美元和黄金它是同步上涨的 不是说美元和黄金它就一定是 呈现这种反向的关系 一个涨另外一个必然低 不是这样的 这是我一直同时看多美元 看多黄金的主要原因 当然有很多朋友他不理解这个逻辑 另外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啊 我看多美元是相对大家持有的人民币资产而言的 不是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涨跌而言的 任何时候只要有条件的都尽量将你的人民币资产 其实不会太大 当然呢我是会首选美元 这是由于美国未来的国力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决定的 50年甚至100年没有一个国家和经济体能取代它 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动摇它的地位 所以很多人还沉迷在中国的股市里 幻想着未来出现牛市 尽管现在的形态可以说股市已经开始出现吃人的苗头 那么退一万步来说呀 就算中国的A股真有牛市 你赚的钱未来大概率是刨不赢中国的通胀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委内瑞拉嘛 委内瑞拉的股市上涨了100倍 但是它通胀上涨了1万倍 你赚的钱到了原来的1%了 所以就算你炒股的技术水平再高超 可以刨赢通胀 那么你有命赚这个钱 可能也没命去花这个钱 按照中国现在这种架势 我在上期节目里面分析的 可以说是准备吃草的架势 你所有的财富未来都无法由你自己掌控的 都不是你的是国家的可以说 那么看看在成都领事馆前面 举着国旗笑着留影打卡的一些小粉红 我们就知道啊 看看习近平呢 开始强调农业合作社 强调粮食安全 其实就知道 中国未来命运的密码 其实就包含在这些非常微妙 非常琐碎的事情里面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